這個部分把它完成 因為目前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只有一列 可是我將來我後面需要其他列的話變重向的 那我重向的部分呢就變成 前面的這個數字 我需要把它由1變成2 一直到9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上面的部分就是 前面這個數字 1到9 所以第一個啦我也是需要什麼 一個 一個什麼一個回圈 產生一個清單1到9 那怎麼做比較快啊 你可以拿這個4Trade InRange把它複製貼到上面 然後把這個4Trade改成 因為這部分一樣嘛 所以把它改成4i好了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記得 請你把下面這兩行怎麼樣 選起來 選起來做什麼 請你按Tab鍵 為什麼要Tab鍵呢 因為 一樣嘛如果說你要在回圈裡面被執行的話 那你一定是要在下一階 如果你在同一階那沒辦法不能執行 OK 所以一定要記得把4Trade 放在它的裡面 OK也就是說 我們執行的話會先執行 4Trade的部分 也就是先得到1嘛有沒有 得到1之後呢這個Trade跑什麼 跑1到9 那再來的話呢他就跑回來 跑回來之後的話變什麼 再來就變4i等於2 有沒有然後也是1到9 再來又跑回來變3了 3也是1到9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跑的方式 基本上都 差不多 只有什麼前面的數字改變 也就是說呢我只要把 上面加一個這個4i 之後的話 然後把下面兩行 把它選起來按個Tab鍵 再來的話記得喔 把原來是1 這兩個 把它改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喔 比較簡單是這個啦 把這個1 改成i 那 這個地方的1 當然你不能直接改i啦 因為他變成 他就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在他的前面怎麼樣 串一個 串一個什麼 一個String啦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來 複製貼過去啦 這個String 追有沒有 加什麼呢 把它複製貼過來 把這邊改成i就可以了 String i 加一個乘號 然後呢 後面基本上沒有動 所以喔 主要是改哪裡呢 改這裡 本來是1嘛 改成用String 把它轉換成 字串 然後再跟X串 然後再跟J串 後面的話這個本來是1 把它改成J 其他 基本上 都沒有動了 OK那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這樣應該就已經差不多 八九成了 只是說呢 如果現在這樣執行的話 得到的結果會不會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執行 執行完之後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他其實喔 主要你會發現這個地方他沒有折行 他會變成說一直跑 跑到右邊 又折回來 那為什麼會折回來 因為喔 他沒有換行 那沒有換行的話變成全部接在一起 也就是說 1乘1 一直到9乘9 等於81 是全部串在一起的狀態 那什麼地方該換行 其實應該什麼 每跑完一個 這個 1 換到下一個 前面這個數字喔 倍乘數 換下一個應該是理論上這邊應該加一個換行符號 OK 然後在什麼 2跑完之後 在3的地方這邊呢 要加一個換行符號 那換行呢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要不就是你加一個printer printer本身就是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喔我這邊選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哪裡呢 當這個追跑完之後 跑完之後記得喔 一定要在 他的這個裡面這個迴圈的 前面 記得喔一定要在這裡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printer 然後小刮符 裡面不需要給任何參數 如果你加一個printer小刮符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喔 他會在 當這個追的迴圈跑完之後 後面部分他會幫你換行 欸 這個地方的printer 主要是做換行用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我只有加這個喔 知心 那他就是什麼 當追跑完 1到9之後有沒有 他就會在哪裡呢 在這個的 後面 換行 所以這個printer主要作用在這裡 當 這個地方一樣喔 當 i的2 1到9 跑完之後這邊又一個換行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一直到最後 他就 每跑完一次呢 就會多加一個換行 那這樣的話 我們九十三八九就寫完了 OK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大概加哪些東西喔 我大概整理一下 第一個喔 在這個上面加這個 第二的話呢把這個i的部分 加在這裡 跟這裡 OK喔 本來是11嘛 改成這個 然後這邊改 那其他哪些啊 還有這個 換行部分 每一列完成換行 每一列完成換行 這樣基本上喔 我們就改完了 OK 但是喔你會發現啦 執行起來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只是說呢 這個程式部分喔 能不能讓他再更精簡 OK 執行得到結果 OK 沒有問題 不過這裡的話喔 順便講一下就是說喔 這個地方喔 你會發現喔 最麻煩的地方這邊要轉型 這邊又要轉型 這邊又要 要那個轉型 所以這個地方喔 假如我們不要用那個 一直轉型喔 其實可以用format 所以喔 如果你寫完這個之後喔 想想看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用我們今天講到那個format 來讓那個格式輸出更簡單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來把畫面呢先還給各位喔 先試一下 学校 謝謝 懂 有